一台苹果小7那么上面写的是要保资料 保资料那咱们先看一下手机状况 来翻过来啊这个上过战场的手机 屏幕扎一个大坑 而且这个位置特别的尴尬 因为这个下面正好是cpu的位置 那么要保资料咱们得看一下cpu 怎么说啊他老人家乐意才行啊 那我们先拆开手机看一下状况 我去拆开看到啊 非常不好的一幕 cpu的罩子啊这个屏蔽罩也是严重塌陷啊 那这里给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么不管那么多啊咱们先看一下电流啊 手机家电不露电啊 但是按开机键 按一下他跳一下按一下跳一下这个电流有毛病啊 那我们拆下cpu啊看这个位置 确实很尴尬啊 那个屏蔽罩塌陷很厉害 那我们把屏蔽罩拔掉来看一下下面cpu有没有碎裂 如果cpu有碎裂直接结束 cpu没有碎裂的话咱们还有机会啊 所以咱们拔掉罩子来看一下 那么拆一下屏蔽罩 那么拆一下屏蔽罩咱们把这个上面的 散热泥给它洗干净 然后显微镜下面看一下有没有碎裂的痕迹 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咱们看cpu的表面没有明显碎裂 但是呢具体有没有问题咱们还得 继续往下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